列车缓缓前进 这段在推特上曝光的影片 再度引发核战疑虑 美国白宫和国防部一口同声 强调目前没有任何迹象 显示俄罗斯将动用核武 但这辆列车疑似在有 从俄罗斯核武仓库 第十二总局运出的军事装备 英国媒体也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丁正考虑使用战术性核武 更加码爆料普丁和家人 早就躲进地下碉堡 乌克兰前线旅船捷报 持续逼退俄军 根据外媒报道 短短四小时就让乌东 亲俄部队撤退十英里 收复不少城镇 只是前线失利恐怕增加 普丁动用核武的可能性 就怕核战一触即发 三里新闻 华轩报道